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AWK它本身是一种编程语言 看了吗 它本身是一种编程语言 它跟我们的Shell、Pow这些一样都是一门编程语言 它主要是对文本进行处理 文本和数据进行处理 它的这个运行方式呢和SED也是一样 它首先它处理的过程呢是这样的 是主行处理文件 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 先把第一行读到AWK的缓冲区 然后进行处理 然后直到最后一行 如果没有指定动作的话呢 它一样是把这个匹配的行显示输出到屏幕上 当然它这里呢和那个SED不一样 SED是用来修改文件是吧 而AWK呢 它不是 它只是做一些什么统计呀 或者是去切割啊 这样一些操作 比如我们想知道网站的TOP100 那就是前100个访问我最多的IP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使用AWK 当然也可以使用SHAWK 它可以通过配合我们的政策表达式 然后以及呢 AWK它自己的一些程序语言的功能 例如数组循环 可以帮我们快速去几乎一条mini 一行语句就能帮我们去统计出 像TOP100TOP10这样的功能 明白吗 所以非常强大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通过它和SHAW去配合使用 那么AWK的作者是三个人 到底是哪三个人呢 估计无论哪个面试都不会面 好吧 这只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OK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使的AWK 其实并不是那种纯粹的AWK 是G AWK GNU GNU的版本 明白吗 我们使用的几乎像很多软件 像VI啊 很多软件都是来自GNU组织的 GNU is LAT Unix 对不对 好 同样它的语法结构 各位看 它的语法结构 和我们的这个 和我们的这个什么 SED是一样的 选项 加密尼 后面加上要处理的什么 文件 当然可以 把要处理的密尼 把那个密尼放到一个 AWK所谓的脚本当中去 实际上这种方法我也不是特别推荐 AWK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各位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在之前呢 我记得 大家看我们这有一个password的文件 10行是吧 只有10行的一个小文件 我记得我们当时这样做了一下 AWK 然后 银号银号 括号括号吧 后面跟上文件 我先换一个文件 hosts 然后打印 $1 结果是不是显示第一列 没问题 但如果我们把它换成 EDCI的password 或者password文件 大家发现 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第一列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心目中想的 这个第一列呢 不对 因为我们心里想是按什么分割 冒号分割 那只是你心里面想的 因为AWK它默认情况下 是按照空格或table键分割 而不是冒号分割 对 定名了吗 各位 好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大F 这个选项来指定其字段的分割符 比如说我们使用X分割 是不是也可以啊 或者使用什么分割 冒号分割 明确来指定分割符 是不是 好 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AWK的选项 因为它默认情况下 是按照空格或table键 也就是置表符来进行分割 如果我们采用 自定义的分割方式 那将影响到它分割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 好 那AWK它的这个command可以分为三段 它的秘密可以分为三段 那么正是这三段呢 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去实现一些程序的一些功能 统计啊或者切割的一些功能 它的这三段 它的这三段分为 Begin 然后呢 Begin括号 括号和end括号 三部分 我们简单的把它叫做 行处理前 行处理后 和行处理当中 就是行处理 行处理前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讲过 AWK是不是会把一个文件 先读一行 读一行以后 进行处理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那换句话讲 它就一定要读文件才对 对不对 是不是一定要读文件 就是因为它读文件的话呢 才能够进行这种行处理吧 那不读文件 怎么做行处理啊 我们看 也就是说 后面能不能直接不给文件啊 能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行处理 这个大括号是不是行处理啊 你行处理 你是不是要读一行才能处理啊 但是呢 有一个东西就可以不用 就是什么 Begin 你看 没有吧 但是这有什么意思呢 这没有意思 但这个可以打印一下 2除以5 0.4 我不是为了 只是为了打印一个数字啊 我也不是为了这个去 去那个整一个所谓的什么 整一个所谓的算术 我是想告诉你 Begin 发生在什么 读文件之前 所以后面没有文件 这个也是对的 知道吗 也是没问题的 Begin 发生在 读文件之前 是不是 好 那么And呢 发生在什么 每一行处理结束 之后 能明白吗 好 下面有一个例子 各位请看 这个例子呢 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啊 只是说明一下 你看 AWK 然后Begin 行处理吧 行处理呢 干嘛呢 我们打印了一下 1除2 然后这个是什么 打印了一下 OK 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打印了一下 那个很长的 很长的 那个 怎么着来着 Dollar 不是Dollar 加了一根小线 是吧 好 那我问大家 这能回撑吗 你觉得能回撑吗 它是不需要的 对吧 它行处理 需要 好 处理之后呢 也需要 所以肯定不行 是不是出来一个 所以我们来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现在有几行了 你们清楚 应该有三行吧 所以打了 最后写错了 Print Princ 看到没各位 上来以后 是不是在行处理之前 我们刚才连文件都没有加 是不是打了0.5啊 然后为什么 打了几个OK啊 为什么是三个OK 不是一个OK吗 这个行处理是什么意思 有几行 独一行 然后是不是做一个 独一行 然后是不是做一个 这个动作 就是动作没有意义啊 哪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 是不是 很多事情都肯定是从没意义 到有意义吧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打一个OK 假装它有意义 OK 那么打了三行是因为 处理的三行 而这三行呢 没干别的事 做的事情跟行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没关系 打了个OK 最后呢 为什么不打印 为什么不打印 好几个小小横线 小虚线 因为那个是在行处理之后 收尾 收尾工作 怎么样 能听懂吗 各位 所以请大家注意 我这边用颜色给你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标识 对不对 绿色是行处理 是那个行处理之前 然后那个粉色是什么 行处理 它之所以有三行 是因为有三行 最后end print 是在行处理之后 看懂了吗 各位 有人说 那我不要比gen和end行吗 行 行处理 那个大括号是必须的吗 其实理论上讲 行处理是必须的 但是也可以没有 也可以没有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肯定是要要的 各位 屏幕上现在这条彩色的这条纸 你能看懂吗 能不能看懂 有他家能看懂吗 这个 周深 对吧 这是三部分 而我们当然呢 有时候干嘛要在行处理之前 有 begin用来干什么 定义一些变量 发生在我们要处理之前 像什么 你看 我举个例子 awk 看好了 你看我写东西是写全了的 print dollar1 是dollar1吗 为什么 分割服对吧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 在行处理之前 注意 这当中有没有空格都无所谓 但一般都加 加定义下 fs 等于 这个是负值 一个等号是负值 两个等号是 匹配 比较 对吧 哎 怎么也对啊 怎么也对啊 我们是不是在行处理之前 已经修改了 自断分割服啊 能看懂吗 我们在行处理之前 是不是修改了自断分割服 我们将fs的变量 重新复制成了什么 吗 这样的话 awk就知道 哦 我要 我的自断分割服是 吗 所以我按照 吗 分割 明白 都没问题吧 这种理解吧 那不一定要加选项 刚才我们是不是加了一个 -f的选项 其实 你加-f的选项 变相的就是在定义这个 自断 分割服 好 那再问一个问题 请大家看投影啊 看什么投影 那个看屏幕啊 第一个字段是root 第二个字段是什么 是那个 是什么来着 是这个吧 当中你看他们的是一个空格 是不是 那如果我再定一个变量 什么变量呢 定一下 ofs变量 看 分号 ofs 等于多少呢 也等于一个 杠杠杠吧 行吗 你看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你 这个叫自断分割服 影响它的读入 它读的时候 它按照这个分割 而这个out能是什么 它输出去的时候 按什么分割 按 减减减减 分割 你看 是不是道路一和道路二之间 就按减减减减分割了 因为你改变了它的输入和输出的自断分割服 而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AWK的我们叫内部变量或类质变量看到吗 fs这个变量 有人说很奇怪哦 在在那个AWK里面这个变量没有加$啊 有时候这是道路 对这个是道路 道路一道路二 但是呢 我们一般常规变量都没有加道路 看到吗 变量不加道路的 但是这就是个变量 明白 这也是一个什么 变量 那你懂吗 各位 好 我们干了个什么事情 再问一遍 我们定义了AWK的自断分割服 我们也定义了它的这个 输出自断分割服 所以呢 最后看到的是得到了影响 而这一些行为在哪定义 应该发生在 begin 是不是发生在我们处理之前啊 好像处理之前去做这个事情 明白吗 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例子 好 下面呢 我们别着急 我们还没有开始真实的AWK的入手啊 我们只是先带大家来重拦一下 来大概的预览一下AWK的一些用法 所以你也不要着急 AWK的命令的语法格式可以是AWK 其实一般是行处理是吧 但也可以没有 就直接写一个 这单字什么意思 对模式 说到模式什么模式 正则表达式模式 OK 这个模式就这一种模式 来请告诉我 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AWK-F冒号 但是这个冒号没有写冒号的话 如果不写的话 模式是不是空格啊 模式不空格 那么最后打印的结果是 我们直接你看 直接使了正则 root 最后 etc 别etc了 password 是不是相当于匹配到 AWK-F冒号的这个行 然后输出啊 其实有没有冒号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没有打印第几年 第几年 所以你要不要加冒号无所谓 我只要这里面有什么 有root就行 能听懂吗 各位 第二个就不一样了 第二个我不是打印整行 而是打印什么 打印 这个时候我们用到了 这个叫行处理 print dollar1 什么意思 打印什么 打印每一行的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段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前面 加上一个正则呢 是不是只打印 满足条件行的第一个字段 甚至是 它的UID第三个字段 看到吗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明白 那么也可以是 这个我们可以是模式 也可以是action 也就是动作 行处理嘛 也可能是模式加什么 加动作 你看 这是不是叫模式加动作 好 下面这个例子呢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实验过 所以不再做了 你看 begin 我们在begin的时候 重新来复制给了 来对谁 谁进行的复制 fs 复制成为一个冒号 所以我在前面 就没有专门去指定什么 所谓的f这个选项 然后root 这个双写线之间是什么 应该能理解吧 双写线之间是不是正则 然后打印第一列第三列 明白吗 好 甚至可以是管道 df 这个p呢 是postx标准 当然是在6当中用 在7里面其实已经不用了 在6当中 如果说你 如果说你df不加p的话 它这个 这个逻辑券会换行 就是会从这儿 可能从这个地方 就会换成下一行去 很别扭 那你加了p呢 那就不会换行 其实加没加都 在7里面是不是都加了 好 那我要干嘛 我想打印 可用空间 小于多少的 或大于多少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过滤一下 比如说过滤到什么 为什么过滤在斜线这个 因为第一行不是 看到吗 第一行能够运算吗 第一行 不能吧 过滤到哪一行 凡是里面带有斜线的 是不是这些 然后再判断 它的第几列 它的第四列 是不是大于2500 这是一个条件比比较 然后如果大于的话 打赢它的第四列 好 哪一列 四列是吧 第四列 然后awk 如果 如果什么 第几列 第四列 大于多少 2500 我随便写个数字吧 然后如果是的话呢 就干嘛 打印它的 第四列 没有吗 prid怎么老写错 它也不报个错 好 把这个数字再 再涨一点 没了吧 小一个 有 有一个 是不是 好 这是我们对 对这个awk的一个 基本认识 好吧 但这样学的话 你也是听不懂的 你只能大概看到 有这样一些用法 明白 那我们下面呢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 awk的这个 这么长啊 好 我先走一走两步吧 好 我们下面首先来看一下awk的一个工作原理 那比如说 大家看屏幕上 这条指令 我们怎么去分解它 首先awk听好了 它先读入一行 它先读入一行 读入一行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可能有什么 有有有这个用户名叫root是吧 还有呢 冒号 x冒号 零 冒号 它的 描述是吧 还有它的 home root 还有它的什么 shell 并下的bash 是不是这第一行 12345 怎么少一个 还有一个uid 好 ok 那么现在是不是读到这个 读到这样的一行文件 那么这边我们看到 它第一的输入分割符是什么 那就是按什么分割 按什么分割 按帽号分割 一个 看到吗 这么宽的东西 然后这是一个 这是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因为我们使得帽号分割吧 六个 然后最后是七个吧 是不是一共七个 那么它首先按照我们所定义的猫号分割 将这个整个文件分成了 按猫号分割分成了n段吧 那么它会将整行 听好了 整行复制给一个变量叫$0 这是一行 整行就是$0 没有吗 整行$0 那么然后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分割出来 每一个 这一行叫我们也叫一个记录 好吧 一个记录 一行 一回车复华行 然后每一个字段呢 我们叫$1 $2 $3 $4 $5 哎 那么少个地吗 $4 挨得起了 没办法 $5 然后是$6 最后是$7 你看一共按照猫号分割 分割完 分割完以后呢 它首先读进了以后 先把整个一行复制给变量 $0 所以$0指的就是这一行 而分割以后 按照猫号分割以后 默认是按照空割吧 默认分割以后 分别复制给$1 $2 $3 $4 $5 $6 $7 都没有吗 好的 这一段看懂吧 然后为什么是空割分割 因为我们在有一个叫内部变量 叫什么 FS来确定的字段分割服务 初始的话 这个FS为什么 空割后table 那最后怎么打印的呢 为什么是按猫号分割 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变量 我们是不是使用-f来指定的猫号 其实就等价于什么呢 负责一个给谁负责的 给FS负责的为猫号 所以我们最后 我们最后什么 是不是按照这个猫号的分割 那最后输出的时候呢 这是输入 最后输出的时候按什么分割呢 我们输出的时候 有没有定义它的分割符 有没有 我们使用了一个什么符号 谁说什么号 逗号 看到吗 两个字段之间 是不是使用了逗号分割 两个字段之间 是不是逗号 而这个逗号 会被映射为一个内部变量 叫ofs变量 对输出字段分割符 你使用逗号 那它就表示使的就是ofs这个变量 看到吗 而ofs变量的默认值是空格 所以最后你使逗号 就是使空格分割 没有意思吗 所以这里呢 不知不觉的你用到了awk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一个叫fs 一个叫什么 ofs 当然这些是不是也是变量 到那0是不是也是变量 是整行 到那1是不是也是变量 到那2到3到7是不是也是变量 这全是变量 没有吗 能听懂吗各位 好 各位看整个来把这个段话读一下 awk使用一行作业输入 是吧 并将这一行付给$0 然后每一行呢 可以我们叫一个记录 一换号符 回车 那个作为什么 结束 然后紧接着被冒号分割 但是默认是质表符或者是空格 分成若干个字段 分别储存在这个$1 多达100个字段当中 是不是 那awk怎么知道 用这个来分割 因为有一个fs变量 最后打印的时候呢 也就是输出的时候呢 我们用在哪个函数 print函数 awk打印的时候 加了空格 我们用了一个$1 $3 我们是不是加了个$ 那这个$最后会映射成为一个变量 叫ofs 而这个变量的值是空格 那么这一行 处理完以后 再获取什么 下一行 再按照这个步骤来处理 这就是它的一个工作流程 明白吗 这awk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流程 好 大家 这个能不能用吗 各位 好 你们可以尝试的把这几条命令呢 先敲一敲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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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